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个开箱 苹果一年一度的重磅产品 RF11 其实这个RF1120号就已经到我手上了 第一批的清机 无奈这两天没在家 错过了第一时间上手的机会 不管没关系 好东西再晚都不吃 我们今天就来开箱 RF11 Pro Max 256G声控会 好我们直接开拆 我们先从外包装开拆 苹果官方的顺分 盒子正面展示的是手机的背面 这个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凸显最新的相机模组 这也是RF11在外观上 唯一区别RF10和10S的地方 这次我明买主打的暗夜绿 也完全是我自己对黑色的偏好 绿色总觉得有点怪 并且在没有见到 蒸机暗夜绿的情况下 黑色和白色都属于保险色 也就是说选这两个颜色 绝对不会出错 买了这么多苹果的设备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开箱 都有种激动的感觉 好我们来开盒了 不错 还是一如既往的精致 一眼就能看到三个硕大的镜头 最先看到的就是这儿 比以前大了不少的充电器 这也是被安卓嘲笑了N年的快充了 不过也别高兴的太糟 只有RF11 Pro和Pro Max才标配 急贼的苹果 剩下的就是耳机了 执着的苹果还是用的lighting接口 没什么可说的 好我们继续看手机 开始撕摩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都喜欢这个 是不是有什么隐喻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这样就舒服多了 我用手机就是裸奔主义者 不带套不贴膜 享受原生的手感 我们开机看一下 屏幕就不用说了 苹果的强项 据说亮度比10s提高了1.3倍 这次RF11的升级 前面版确实没什么太大变化 重点都在后面了 镜头是最明显的 这三个镜头离老远 别人就能知道你用的是 最新的RF11 Pro 至于好不好看 在没上市前泄露的模型机 可是丑到家了 但是拿到真机的时候 也并没有觉得很不舒服 相比RF10和10s 这次镜头升级为三个 一个超广角 一个广角和一个长焦 三个镜头目前都是1200万像素 这次也有夜晚模式了 前置摄像头也升级为1200万的广角镜头了 并且还支持4K和慢动作 可以看出来 苹果这次RF11的升级 全部都放在相机末组上了 好了 这就是RF11 Pro Max的开箱 简单试用后 觉得虽然外观没什么变化 但是屏幕声音相机都有很大的变化 具体的使用感受和对比 我们后面的视频再细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